2020年9月21日 苏州肯蒂亚队微博官宣 队长毅力正式退役 经营此影片纪念我们的队魂毅力 这是一支给你的视频 提到江苏篮球 大家脑海中出现的一定是胡卫东 胡雪峰 而在胡雪峰退役之后 他已经成了江苏队的老大哥 他的数据不再华丽 也无法再像巅峰时那般每晚熬战全场 可他的作用在队中依然无人可以取代 职业生涯18年 他见证过球队巅峰的辉煌 也感受过黑暗的低谷 唯一遗憾的就是不能在自己的球员生涯里 获得梦寐以求的总冠军 伊利1985年出生 江苏南京人 可以打三和四号位 由于身形瘦长 伊利也有排骨飞人的称号 伊利在进攻端能里能外 能控球和持球进攻 在球场之上除了犀利的突破之外 还能够利用身高优势寻找错位进攻机会 完成篮下进攻 在外线进攻端 伊利有着一手不错的三番投射能力 收押后期转型为组织型三号位 有着出色的大局观 胡雪峰退役后 伊利的助攻次数仅仅低于史洪飞 成为球队进攻的重要发起者 起到了很好的串联全队的作用 伊利还有着出色的单防 斜防和换防能力 可以从一号位防到四号位 成为球队防守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02-03赛季 伊利正式升入江苏南篮一队登陆CBA 开始了两年上场机会不多 但是由此开始 江苏南篮强大并深厚的阵容逐渐成型 国内球员阵容老中青三代结构完美 堪称江苏南篮的黄金时代 属于江苏篮球的收获期也来临了 03-04赛季 在胡伟东的带领下 江苏队首次晋级季后赛四强 紧接着在04-05赛季 江苏队盼上新的高度 迎来了球队的巅峰期 这个赛季江苏队的强大 我在胡雪峰的生涯视频中有详细解读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看 本赛季江苏队一路过关斩将 不过在总决赛最后一场最后的七分钟里 被广东队逆转 遗憾屈居亚军 这一年伊利场均出场18分钟 拿下6.9分 3.7个篮板 在有限的出场时间中 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他也荣应当赛季CBA最佳新人奖 出色的身体素质和弹跳 出色的大局观 伊利有了排骨飞人的绰号 同时还入选了国清队 随队征战了U21世青赛 而当时的国清队江苏球员 除了伊利还有唐正东 孟达和杨丽 当时的江苏篮球人才的富裕程度 让其他俱乐部眼馋 2005年11月初 胡伟东将自己退役后留下的八号球衣 交给了年轻的小将伊利 此时的伊利还不过20岁 江苏队的两代排骨飞人 也就此完成了交接 从此伊利披着满载着传奇色彩的八号球衣 和江苏队一起征战CBA 05-06赛季 伊利也成为了队中的绝对主力 在赛季的前六场比赛里 伊利打出了场均22.3分 8个篮板 2.7个盖帽的神勇表现 一举拿下周MVP 在此后的赛季里 由于江苏队在大前锋的位置上 无人可用 球队也让伊利顶替到了大前锋的位置上 但是由于身体对抗上的差距 伊利并没有很好的胜任这个位置 长时间的身体对抗 让伊利接连出现伤病 这也让伊利的职业生涯一度跌到谷底 两个赛季之后 教练组重新把伊利调回到小前锋的位置 伊利在场上速度和弹跳的优势也再次显现 他出色的表现也是引起了NBA球探的关注 2008年 伊利受邀代表胡人出战了下季联赛 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太亮眼的表现 09-10赛季开始 伊利进入了他的职业生涯巅峰 他平均每场贡献15.7分 4.1个篮板 1.5个抢断 1.9个助攻 1个盖茂 3分命中率36.1% 他已经是江苏队中流抵住班的球员 10-11赛季 伊利的场均数据增长到16.3分 4.3个篮板 1.6次助攻 1.6个抢断 1个盖茂 3分命中率43.4% 吸力突破 快攻扣篮 让伊利在CBA的名声越来越小 更是连续两个赛季入选CBA全明星赛 2011年 随着唐正东远走新疆 胡雪峰受伤并困扰 打打停停 当初在老大哥与腋下的伊利 伊利由于受到伤病的影响 整个赛季仅仅出战12场比赛 经历休赛期的恢复之后 伊利成功上演王者归来 在随后的三个赛季中 伊利用自己的表现再次征服球迷 在16-17赛季 个人数据再次提升至14.1分 4.6个篮板 2.34助攻 1.3个抢断 3分命中率35.4% 从17-18赛季开始 伊利在球队中的角色逐渐转变为组织者 助攻数也高居联赛 封穴球员前列 18-19赛季 场均能够得到10.8分 4个篮板 4次助攻 一个抢断 成为球队攻防体系的关键一环 第32轮 江苏队课长挑战上海队 迎来一场事关季后赛的敖战 原本商庭的队长伊利 披挂上场 在最后时刻手起刀落 连续命中3分 将比赛拖入加时 随后小外援马上布鲁克斯掌管加时赛 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江苏124比112逆转上海队 成功抢到季后赛的门票 这是江苏队在7年之后重返季后赛 甚至一度在季后赛附加赛中 暴冷战胜山东队 18-19赛季 CBA联赛第31轮的一场比赛中 伊利迎来了加盟江苏队的里程碑时刻 在这场比赛里 她得到21分 从而职业生涯总得分 达到了6587分 超越了胡雪峰 成为江苏队的历史得分王 2002年 伊利就进入国家队的集训大名单 但因为年纪最小 经验上缺并没有获得太多机会 此后的2007年压景赛 和2009年东亚运动会 伊利作为中国队二队的球员为国出战 东亚运动会场均得到14分 5.2个篮板 2011年压景赛 这一次伊利接过了王世鹏的7号球衣 她同样没有让所有的中国球迷失望 在复赛第三场迎战日本队 伊利的出场时间 命中率 三分球 篮板 得分等几项数据 均创压景赛以来的新高 得到全队最高的19分 5个篮板 一个抢断一个盖冒 在决赛中 中国队对阵约旦 伊利更是上演了一记战斧批扣 让人一同时 这一经典时刻 奠定了中国队最后取胜的基础 一年之后 伊利再次入选中国南篮 出战伦敦奥运会 在胡卫东之后 又一次作为江苏篮球的代表 站在了奥运会的赛场 作为球员 伊利拥有着扎实的基本功 出色的速度 敏捷度 以及超高的弹跳 让她成为了江苏最好的 封线球员之一 作为队长 她用艰苦的训练 以及勇于担当的态度 激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球员 伊利整个职业生涯 效力于苏州肯迪亚队 18个赛季 场均上场34.8分钟 拿到12.2分 四个篮板 两个助攻 1.3个抢断 18年 让伊利从青涩少年 变成了老将 这些年 无论江苏队的成绩 好与不好 无论对手变了再变 始终没变的 是伊利依然拥有着一颗 热爱篮球的心 有人来了又走 有人走了又来 唯有伊利一直留在这里 对于很多球迷来说 伊利就是往事 因为她是江苏黄金一代 最后的坚守 能够陪伴一支球队 18年之久 纵观CBA也是屈指可数 她是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美好的记忆 她见证过球队的辉煌 也和球队一起经历过低谷 再见排骨飞人 你好 一直倒 感谢观看